前進88帶著你逆轉身 怕老虎優先幫你換到強勢股 準備好資金跟著我底部進場 失去的一次的幫你要回來 這次只要公本費帶著你前進88一路到封關 立即加入一點的Lightight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和來電大專專線 2511 0777 251 0777 前10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販備股哦 晚安你好 歡迎收看股市1.0 我是總委 台北股市 今天要來挑戰月線尾盤收掌230點 收載22,027點 乘加量4,094億元 尖盤是如何分析 下面邀請到兩位專家 選人是永成國際投顧的 許玉琳分析師 林霖佳佳佳人 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觀察 先來請到玉琳老師 今天的重頭戲就是鴻海的法縮 那鴻海法縮召開之際 1.0要帶你事先掌握到 鴻海的三大關鍵 掌握這三大關鍵 你就能夠成為接下來 股票市場的最大贏家 除了鴻海的法縮的最大關鍵之外 今天晚上還有一個美國重要的數據 叫做CPI CPI到底要來到哪裡 對於台股財是比較好的 如何事先掌握到接下來8月份的贏家密碼 等一下也會有獨家的分享 而洪家軍集團的個股 誰來去做接棒 在工業複聯拉出來之後 台股的個股誰是接下來最亮眼的那顆星 等一下會有第一手的分享 那當然我們第一時間布局的亞光 今天又再創新高了 再創新高它代表著第一個時間 你跟在一點的身邊的好朋友們 你都能夠賺到亞光這一檔標的的錢 然而在盛州指數 打到了19662的同時 你最悲觀 你最彷徨 我帶領我們家人買進的台達電 今天還是持續的震盪攻堅 而接下來的營收 接下來的財報的黑馬股 要看誰 一點點幫大家準備好了 洪家軍的個股開始動起來了 既工業複聯之六 洪海領軍的往上攻堅 洪海已經是回補了上方的空方缺口 緊接著月線 能不能夠一舉來去多突破 而訊星也好 甚至有微科有望來去做跟進 而PLPLP的一個新科 新科的這一檔標的 今天又形成了換手之後的載工 而台積電相關的設備股 像是萬潤 像是聲揚辦 到底能不能夠來去接棒公高 我特別告訴大家 今天是最後倒數的時間段 什麼最後倒數呢 就是前進巴巴 只要公本費的最後倒數 1.0要帶領我們所有的家人 把失去的一次給要回來喔 那當然我也特別呢 跟感謝我們所有李林家族的家人 這一點的支持喔 其實1.0我真的是非常用心 非常認真的老師 尤其在AI全職股 在今天台幣大聲的過程當中 AI的全職股F5 該如何從營收 該如何從獲利的角度 來幫大家比一比 聽好 如果你手中有台積電 如果你手中有鴻海 有廣達 有聯發科 有台大電的人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如何open 如何取得 今天會有好康的放在Lite的首頁 記得加入一點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AI全職F5的營收獲利的比一比 會讓大家來去做open分享 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我也說過 在8月10號之前要公布7月份的營收 8月15號之前要公布第二季的財報 8月31號之前要公布半年報 那我想問的是 你手頭上的個股 營收財報 而且法人有布局的個股 您能不能夠事先來去做掌握呢 我還在事前特別告訴大家 當雅光還在7字頭 還在8字頭的時候 GO 這個位置點沒有人提起 但是呢現階段雅光創新高 全市場的老師都follow一點的話 來跟你講雅光有多好 雅光乖乖叫 但是雅光這個位階點 如果你去追高的人 1.0會打你的小手手打你的小屁股 而這一份營收雙針的法人布局的個股 該如何事先的來去做掌握 我也會放在Lider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每週日的早上10點半 就是每週日的早上10點半 1.0從台灣工研院產業分析師的角度 來告訴大家 在7月21號我還特別錄製了這一集 這一叫做蘋果這次第三季 挾載著AI強勢的來去做回歸 那你會說 那為什麼巴菲特爺爺去賣掉蘋果 但是呢 你也別忘了 巴菲特爺爺現階段是在找尋 紅海像是蘋果相關的低階機會 而低階級相關的蘋概 相關的社會股 如果你想要事先掌握 如果你想要事先取得 這一個集一定要特別來去做訂閱 還沒有訂閱1.0的YT頻道的好朋友們 記得幫1.0訂閱按讚跟分享 1.0也感謝我們所有麗麟家族的家人 在1.0最愛最愛的支持 然而亞光第一個時間段 我是不是從產業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我是不是從波段低階的一個呢 思路來去做一個佈局 然而為什麼我這一波 能夠第一時間掌握到亞光 我從6月份的營收的角度來去做佈局 6月份的營收形成了月增 而且年增的態勢 7月份的營收也再度的來去做成長 再加上車載盡頭的部分 沒看錯就是從每月的50萬顆 來到了100萬顆這個叫做倍增的幅度 難道您老師是看到今天亞光創高 才看到這樣子的產業趨勢嗎 在7字頭8字頭亞光沒有人發現的時候 一點你就告訴大家 超透鏡的潛望式的鏡頭 它的營收獲利能夠大幅的成長 而當時候的亞光還在7字頭 你看到不起 你根本沒看到它的價值所在 而這一波的亞光也伴隨著大盤的拉回來 形成的修正 但是我也在呢 東森的盤中連線 來到8字頭的位置點 來事先來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點是你接下來布局的機會 而我是不是這麼說 我是不是這麼做 來 請你看關鍵精彩的VCR 它除了有手機的鏡頭加持之外 它還切入到車載的一個應用鏡頭 所以它算是雙題材的加持之外呢 這一檔標的我告訴大家 它現階段震盪整理 它就是一個機會 因為它有雙集團的加持 在前波低點有手之際 大家都要做一個偏多操作的布局 偏多操作的布局 親愛的好朋友們 亞光 在它震盪壓滑的過程裡面 7字頭事先掌握 8字頭再來事先來去做告知 那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亞光 如果從越K線級別的角度來看 它其實7字頭已經打出了 長線的圓弧的大底 尤其是具備的多方量 尤其在越KD指標 形成了50附近的金差向上 這個叫做最強的 在低位附近形成了低位向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來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布局 而亞光的這一波的漲勢呢 也不負眾望 今天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它代表是 這一波你跟著我買進亞光的人 全部都是賺錢的 然而我只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全市場老師都在講亞光非常好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今天的亞光 它不是你短線空手追高的位置點 如果你今天才去追亞光的人 1.0真的會打你的小手手 打你的小屁股 因為好的股票也必須要好的點位 也必須要有1.0在你身邊 你才能夠創造出最好賺的利潤 不是嗎 這個就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而亞光我們從營收雙增法人布局的角度 幫大家事先掌握 誰能夠複製亞光第二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如何open 如何取得都會放在 來著的首頁 小老鼠ok一切爸爸 小老鼠ok一切爸爸當中 然而呢 灌鼓的小動作是你接下來賺錢的大關鍵 6月份我們有一位呢 單親媽媽髒媽媽 來跟1.0說明喔 說明什麼 因為它手中有套牢的個股 我幫她做齒骨診斷之後 我發現到她手中有試劑鋼 試劑鋼不是不好 而是她買在相對高檔的位置點 我也發現到 法人籌碼在相對高檔開始來去做鬆動 我請這一位單親的髒媽媽 帶著一位國中的小女孩生活 真的還滿辛苦的 我請她手中的一個試劑鋼 資金在高檔出金之後轉進了誰 轉進了剛剛1.0 告訴大家的七字頭八字頭的亞光 而這一波的一個呢 試劑鋼幫它避開下跌的風險 幫它創造出亞光上漲的利潤 然而這個就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換股的小動作 就是你接下來賺錢的大關鍵 所以這個也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所以我說過台股它會歷經很多次的還漲集碟 尤其每一次集碟的過程當中 你都會害怕 你都會恐懼 就像2002年的SARS 你是不是感覺到很害怕 2008年的金融海嘯 你是不是感覺到很恐慌 2011年的歐債風暴 你是不是覺得天要塌了 甚至今年在美國的升息 美國的降息 美國的一個拉回 甚至日元的升息之下 導致了台股重挫將近快兩成 我告訴大家 當你最恐慌 最悲觀的時候 往往就是佈局的好機會 我是不是這樣說 我上個禮拜 我絕對不會叫我們家人去殺低你的持股 我說過在股票市場贏家 他是要掌握住逆轉勝的關鍵 就是看得懂底部的訊號 有資金跟著我來去做抄底 所以我才會說前進巴巴 帶著你逆轉勝 今天是最後倒數 什麼是最後倒數 即將要結案了 最後倒數只要公本費 沒聽錯 真的只要公本費 帶你錢進巴巴一路到封關 如果你有套勞股票 1.0幫你換到強勢股 準備好資金跟著我底部進場 8月份帶著你失去的一次的要回來 而且進入到了最後的倒數 錢進巴巴只要公本費 而且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翻倍股 只有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才享有的一個獨特的分享 那當然我也特別 從大盤的回調的過程當中 我不斷的告訴大家 當你有實戰的真功夫的時候 第一個你不會追高殺低 第二個在行情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你反而更有底氣 去買到真正價值的好股票 我是不是從右側交易的過程當中 來告訴大家 三招就能夠判斷強弱 尤其在技術線型的低不破低 比大盤強 收盤站穩在三天之上 所以我第一時間幫大家 掌握到的是誰 台達電 我們在第一時間掌握到台達電 台達電也形成了公高 也形成了上漲 這個叫做右側交易 果然好用 但是一檔標的呢 它也會有拉回 也會有修正的時購 所以我也在8月1號 事先告知 遇到前波高點435 空手人不要去做追價 反而有短線價差的機會 可以先賣一趟 賣完之後呢 我也在呢 你最恐慌 你最害怕的時購 來個別告訴大家 上個禮拜二 上個禮拜一 大盤指數跌破了2萬點 我告訴大家 台達電的買點又來了 我是不是這麼說 我是不是這麼做 來請你看關鍵精彩的MixiR 331震盪有手之際 低階的訊號 就要跟在一點的身邊 來去做偏多布局的操作 偏多布局的操作 親愛的好朋友們 你有沒有跟在一點的身邊 做偏多布局的操作 這一波很多的好股票 它都已經出現了甜甜的好買點 就如同台達電的這檔標的 為什麼我敢在壓懷的過程當中 第一時間帶我們家人來去做買進 第一個 兼具的AI 兼具的車业 兼具的蘋果的三大利益點 那當然在投信的加持之下 我們用右側交易的旋骨模式 來去做進場 而這一波的台達電 真的緩步的震盪攻堅向上 形成了盤面的焦點 但是我還是特別說囉 如果你沒有在第一時間 跟上1.0買進策略的人 尤其遇到前高427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有沒有短線價差的訊號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跟在你人身邊 你的成本會比別人至少 第20%以上 這個就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掌停就是你的 例如聯軍 聯軍的這一波的一個動向 它相對的抗疊 而且在月線下方形成了好的買點 而且我們在第一時間 轉折出現的位置點 帶著我們家人來去做佈局 那為什麼要佈局聯軍 因為AI供應鏈 持續的來去做放貨 尤其是下半年的營收獲利 會比上半年更好 第一季轉虧為盈 第二季比首季 還要大幅成長5成以上 搶攻CPU 搶攻AI的商機 利拼800G的開發 沒有聽錯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的個股 1.0幫大家事先掌握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點 帶著我們家人買進聯軍 聯軍又形成了震盪攻堅 而聯軍的前高 它一定會突破 相信看見大賺掌停就是你的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如果你現在還看不懂行情 如果你常常追高殺低的好朋友 1.0給大家良心的建議 一定要加入一點的Lite 8 小老鼠OK 1788 因為1.0第一個是台灣工業院 產業分析師出來的 在開盤之前 9點之前 在我Lite 8的首頁 都會有一份精心幫大家設計的 盤千搶先報 這份盤千搶先報 會告訴大家行情該如何去看 今天也逐步的去挑戰了 上方的月線的反壓 而操作的策略是選擇比大盤更強的個股 所以上個禮拜五你有買進股票嗎 上個禮拜當行情震盪 當市場最悲觀的時候 我還告訴大家 19662不會再破低了 這是短期的台股的低點 浮現了好的投資價值 我反市場的操作 我買進好的個股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接下來買什麼樣子的標的 這一份口袋的名單 如何open 如何解鎖 都會放在Lite 8的首頁喔 小老鼠OK 1788當中 小老鼠OK 1788當中 那當然我還是特別說了 我們打擊詐騙 真的 你我都有責任 我發現現在詐騙集團真的很猖獗 利用一點的照片 利用一點的名義 甚至截取一點在東森影片的片段 還有用AI來複製我的聲音 我再度說一次喔 我不會私訊敲你 而且我也不會邀你入群 然後我也不會虛寒溫暖 因為我真的很忙 如果你發現到假的1.0話 假要來確認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到1.0的專線電話 022511 0777 022511 0777 打擊詐騙 你可以來電確認 1.0等你來電喔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智威我們是從生活周遭當中去尋找到好的標的 而一檔好的股票我們在第一時間來去做切入 而智威的這一檔標的呢 我們也知道它是潤泰集團加持的 在微風南山有i-ride台北的飛行劇院 大家都可以去體驗一下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佈局之後 智威上週亮燈在昨天又形成的功高 但是1.0會操作的短線幫你賺到價差 因為掌握到1.0的盤中指令 你可以把智威最好賺利潤先放在口袋當中 這個就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那除了智威之外呢 1.0認為喔 其實行情很符合這樣的話 行情總在上週絕望當中誕生 但是行情也在你懷疑當中 半信半疑當中 持續的V型向上 所以我特別告訴大家 當你最悲觀的時候 我有沒有特別告訴大家 19662不會破 我反市場來去買進好股票 而接下來CPI跟所謂的零售銷售數據 在公布的同時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多頭的格局當中 降息的拉股來是讓你買進的 所以這一份CPI的數據 只要這次的CPI維持在3%左右 行情還會持續的震盪攻堅 那當然從大盤的周K線的角度來看 再呢前一波回調到19913 我還特別說了 這個叫做多方的回檔 而且多方的還漲級別 拉回來跟散一點的身邊 而從大盤的日K線的級別的角度來看 今天又形成了震盪攻堅 挑戰月線微量勢問 所以我才會說F4沒有破底之下 用線股你能夠抱得比較久 而且AI當中的全職F5 無論是你手中有台積電 有鴻海有廣達有聯發科有台達電的人 記得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我今天會放在Light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你要知道是台積電的這一檔標的 如期已經回補了所謂的8月2號的 向下跳空缺口 而且今天算是突破了月線的關卡 緊接著要來去做挑戰8月1號的一個高點反壓969塊錢 那緊接著今天是鴻海的髮縮會 鴻海的髮縮會我昨天就已經說了 近期的一個流氧 我已經跑到了鄭州 因為富士康要大招工 因為第三季也是蘋果的旺季 緊接著在GP200裡面 它會有什麼樣子的產業變動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甚至鴻海我認為以籌碼面的角度持續去關注外資 外資由賣轉賣 帶量站穩月線之上是鴻海續長的關鍵 那鴻海的髮縮會的三大關鍵在哪裡 第一個是AI伺服器 尤其是GP200的進度維合 第二個是Apple的iPhone的一個部分 銷售是不是符合預期 第三個毛利率是不是優於6.3% 以及第三季的營收是不是計增13% 而關於這一份的一個資料 我通通都會放在Light的首頁當中 那當然在上一次的一個鴻海的髮縮會 鴻海形成了震盪墊高 那我認為這一次的鴻海髮縮會之後 也形成了一個波段轉折的部分 而未來鴻海的木腰架 我幫大家準備好囉 想要知道好朋友們 記得在Light當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來問這一棟鴻海操作的1.0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才會分享給你 記得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喔 那當然三招當中 教大家密轉勝 所以我這一波幫大家 找尋到的是融資大減的個股 領先大盤 回補空方缺口客補 而且財胞營收亮眼的個股 所以第一波幫大家掌握到亞光 第二波幫大家掌握到台達電 緊接著升陽辦 大家不要再錯過囉 因為第一時間幫大家掌握到 台積再生晶圓的供應商 尤其是2奈米的晶圓需求是大增的 所以這一個波段的而言 升陽辦該如何來去做布局 該如何來去做切入 請你加入一點的行列 那除了升陽辦之外呢 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系統電 相對抗疊之外呢 而且它具備的儲能 具備的車用 具備的自主移動機器人的商機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回測前滴的過程當中 來去做買進 而買進之後的系統電 形成了緩步攻堅的向上 那當然多頭市場的環掌集結 要把握住 你最悲觀的時候的 波段低階的機會 而贏家的操作 跟著1.0在底部進場 而且呢 一次把失去的要回來 所以我說過前進88 帶著您的反省 只要公本費 進入到了最後的倒數階段 那我也說過 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最後的倒數 最後的前10個名額 帶著你掌握到呢 隱藏版的翻廢股 趕緊打電話進來 搶前10名的名額 最後的倒數 最後的名額 那當然呢 台通的這一檔標題 是洪家軍集團的加持 回測到技線有手之際 就可以來去做偏多的操作 而真頂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 但是 如果你有真頂的人 集結不殺D 要觀察什麼樣子的訊號 才能夠 才逆轉勝呢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一樣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甚至呢 像是訊星KY 它有了洪海集團的一個加持之外 又搶搭了AI伺服器的商機 在這一波回測起掌有餘之際 年限有手之際 再來去做偏多的操作 甚至有威科也算是洪家軍集團的個股 掌握到第一時間的好買點 有威科又形成了震盪墊高 成名電 這一次也算是MSCI加持的個股 這一波的成名電 形成了大漲 形成了一個V型的反轉 而石碩工業呢 我們在第一時間Light當中 事先幫大家來去做掌握 今天的石碩工業 再度來去做工業 為什麼 跟在一人身邊 因為這一波的台達電 我幫大家掌握到 起漲的轉折 而這一波的台達電 又形成了震盪墊高 除了台達電之外呢 亞光在七字頭八字頭 來幫大家提前來去做掌握 這一波的亞光 形成了股票市場 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所以我才會說台股的還漲急跌 跟在一點的身邊 當你最悲觀的時候 我帶著你反市場操作的布局 而且贏家 總是要看得懂底部的訊號 有資金的來去做抄底 所以前進巴巴 帶著你逆轉勝 套牢的股票 幫你換到強勢的股票 準備好資金 跟著我底部進場 失去的一次的幫你要回來 今天是最後最後最後倒數的時間 真的只要公本費 帶著你前進巴巴一路到封關 最後的倒數 最後的前十個名額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前十平均停 打著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的翻倍股 而且呢 最後的倒數 最後名門1.0 等你打電話進來了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 還來繼續請教玉玲老師 歡迎回到股息1.0 再把時間交給玉玲 親愛好朋友們 機器人當中的領頭羊 羅生 以及全球傳鬥 又再度的亮燈喔 機器人的下一檔 1.0最看好誰來看過來 今天呢 一定要加入一點的LightEight 因為1.0 非常貼心的幫大家準備了 AI全支 F5U14 台積電 紅海廣達 聯發科 以及台達電 接下來該如何 事先的來去做掌握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我會放在LightEight的首頁喔 甚至還沒有訂閱 按讚 分享 1.0的股市 1.0許玉玲 YouTube頻道 好朋友們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因為我們在第一時間 幫大家掌握到亞光 今天的亞光 又再度的一個創高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一樣會放在LightEight的首頁 而羅生 在第一時間來去做掌握之外 緊接著 全球傳動 他也形成了一個 接棒的標的 所以為什麼要跟在一點的身邊 因為台達電 我在你最悲觀的時候 來去做布局 這一波的台達電 又震盪的攻堅 而這一波的亞光 我們在第一時間來去做切錄之外 亞光果然形成了股票市場 最亮眼 來又露光 前進巴巴帶著你轉勝 如果你有套牢股票 1.0幫你換到強勢的股票 準備好資金 跟著我底部信長 失去的一次的幫大家 邀回來之外 今天只要供本費 進入到了最後的倒數時間段 今天前十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 隱藏版的翻櫃股 最後的倒數 最後的時刻名額 趕緊打電話進來囉 請用零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 前十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版背股